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气磅礴 秦兵的铁血刚毅 谱写了一段辉煌壮丽的中华历史 秦人更是为后代留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与精神文明 秦座虽短 然百代之政皆出于秦 回首秦人的发展与崛起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 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从西垂宫出发 一步步走向中原 最后完成蛮荒小国到大秦帝国的蜕变呢 为什么秦国君主要数次迁都 秦国故地西垂宫又见证了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呢 百家讲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复教授 为您讲述消失的宫殿第三部第一集 秦宫落成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提到秦人啊 我们就有一个印象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由小到大 逐渐地变 所以我们势必得对秦人的发展历史做以梳理 那么秦人的宫殿就映入眼帘 史书上记载的秦人第一个宫殿是什么呢 司马迁说他叫西垂宫 西垂宫在哪里呢 在西犬丘 相当于今天甘肃的李县一带 司马迁明确交代呀 说当时秦国两州之交的国君 秦文宫居西垂宫 也就是说秦文宫居住在这里 那我们能推知他居西垂宫 那西垂宫的历史 一定要比两州之交古老 那么为什么秦人要在这里盖宫殿呢 那说起来话长 秦国祖先啊 有一个叫大洛的人 大洛的洛是骆驼的洛 这个大洛他的儿子叫妃子 是妃的妃 这个妃子和大洛都是周王的马夫 妃子啊 他是周孝王的马夫 他给周孝王在牵卫之间放马 牵水和卫水之间的地带 水草蜂窝 所以马长得标肥体壮 周孝王非常高兴 于是周孝王想做一个大胆的决定 因为这个妃子并不是大洛的嫡长子 按周朝的理法制度 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军位 只有嫡长子才有继承权 周孝王想 你不是大洛的法定继承人 那我让你单独开创一个新的领地 干脆我封你为贵族吧 这时候周孝王就把妃子封到了秦义 司马迁说义是秦 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秦在哪里呢 今天考古学家认为 在甘肃天水张家川一带 这个秦字就成了秦的国族名号 这个时候还不算完 周孝王非常青睐妃子 你当作我的附庸 附庸也是一种贵族 而且你接续你祖先 营氏的祭祀 所以你叫秦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看司马迁交代过 就是秦人的老祖宗 能够上述到上古时期的一个名人 这个人叫做伯义 伯义是辅佐大禹治水的人 佐禹治水有功 于是受到大顺的封赏 大顺赐予他姓 叫做盈 于是有了盈姓 随了历史的发展 这一支传承到了商周之交 有两个人 一个叫菲莲 一个叫厄莱 这是父子俩 这父子俩非常有能力 但是他们辅佐的是商周王 司马迁说 厄莱有利 菲莲擅走 父子具以财力 是阴咒 也就是说 他们是真正的助咒为女 于是武王伐咒 惩治阴咒的同时 也要惩治阴咒的爪牙 这下的话 他们都受到了周人的制裁 被杀掉 被放逐 等于盈姓的祭祀就断了 而这个时候呢 周孝王封菲子 说你可以继承 你祖先盈姓的祭祀 可见周孝王对妃子非常之青睐 这于是秦人就有了两个地盘 一个地盘是在西泉丘 也就是李县一带 一个地盘就在秦 也就是今天甘肃天水张家川一带 秦人的历史就这么开端了 明朝有一本书 叫七国考 七国考里记载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秦川宫者 惜妃子封秦 于此驻宫室 当时妃子的宫殿 叫秦川宫 所以这儿也有一个 富丽堂皇的宫殿 可是呢 这个秦川宫的名号 不鉴于史记和其他早期文献 只鉴于刚才说明朝人 编撰的这个七国考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人怀疑 但甭管怎么样 秦人在这儿建立了自己的宫殿 有自己的都议 这应当是不错的 我们讲 甭管是西泉丘的西锤宫 还是这里的秦川宫 他们都目睹了两周之交的 剧烈的历史编剧 在周立王时期啊 天下大乱 周立王无道 他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专利 也就是说和老百姓抢占资源 而且还拒不接受人们的批评 人们道路以目 也就是说走到路上 使眼色表达愤慨 这个时候老百姓不干了 而且周围的蛮蚁也在骚动 我们看当时秦人啊 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史书记载 就是这个时间段 秦人的大落之族被容人灭掉 整个族位灭掉 应当说是相当悲惨的 后来到了周宣王时期 周宣王是有道明君 还有一段故事叫宣王中兴 他的努力之下 周朝出现了一段回光返照 这个周宣王啊 就把当时秦族的首领找来 这个人叫秦仲 他对秦仲讲啊 说西戎和你们和我都有世仇 你替我镇守西垂 我封你为大夫 所以秦仲这个时候 就是西垂大夫 我们知道大夫在周代 也是比较高贵的 所以秦国贵族升格了 不仅说秦国贵族升格了 秦国的宫廷建筑院佑 我们推测也应当有一定的进步 所以这个时候建造西垂宫 扩大西垂宫是非常可能的 当然今天我们考古资料 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 有后代高大威额的宫殿遗址 但是我们能说 这个时期啊 秦仁的政治制度 国家机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刚才我们讲妃子的时候才是附庸 这个时候升格为大夫 于是秦仲就和荣人作战 但是也很不幸 秦仲战死 为了镇守西垂付出了性命 这时候周宣王找来了秦仲的几个孩子 给他们七千人马 你给我征讨荣人 报你的复仇也是报我的国仇 七千人马今天说不多 但是咱们要知道 上古时期国家小 人口少 七千人不少了 尤其是咱们看资料里头说 武王伐咒的时候 才率领虎弼三千人 所以这场战斗的规模 应当是不小的 终于秦仁打败了荣人 然后周王也非常高兴 所以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太平 这个秦仲死了之后 就把大魏给了他的儿子庄公 而庄公又把大魏给了他的儿子秦湘公 这个秦湘公啊 还有一个哥哥 叫做侍父 世界的侍 侍父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 他就说了 我和荣人 有着家仇 我的爷爷秦仲 就死在了荣人手里 我不杀掉荣王 我就不回来 所幸把这个军位 给了自己的弟弟秦湘公 西州初期 秦仁的先祖 一直游离于主流朝局之外 直到周孝王 封妃子于秦义 秦仁才开始逐渐登上 西州的政治舞台 在长期与荣人的作战中 秦仁形成了一种坚韧不拔 开拓进去的民族精神 不论是西锤公 还是秦川公 他们的落成 标志着秦仁的政治制度 国家机构 已经出具规模 在其后的岁月里 他们又见证着秦仁 英勇顽强的抗争史 秦湘公的出场 让秦国登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那么秦湘公给秦国 带来了哪些变化 他又展现出了 哪些独具慧眼的筹划和布局呢 这个秦湘公啊 在秦发展的历史上 是一个特别不得了的人物 他干了两件大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帝王世纪就记载 说他把秦的都城 迁到了哪里呢 迁到了陕西隆县 故时后称之为千亿 秦湘公搬家到千亿啊 这样的话 我们看西锤公 他的地位就不那么突出了 为什么要迁到这里呢 其实咱们结合地形分析 就很好理解 这个龙山非常重要 也就是今天陕西和宁夏的交界 龙山的地理位置 近可攻 退可守 而当时他定都于龙山脚下 距离宗州腹地是非常近的 能够轻而易举地 接触到周朝政治中心 所以下边他就干了一件更重大的事情 这件事情 宰诸史册 也改变了秦国的历史命运 那就是护送平王东迁 我们讲啊 有一段事大家都知道 叫做烽火戏诸侯 大家看电视剧 读小说 都知道这个事 烽火戏诸侯里头 西周最后一代王周幽王 舞蹈昏君 俘虏来的美女宝四 成天一泪洗面 这个时候 幽王心里也很难受 于是 有人给幽王出了个馊主意 你在烽火台上 举起狼烟 把这些诸侯宽来 这下诸侯被戏耍 你看你媳妇宝四笑不笑 果不其然 宝四笑了 于是周幽王赏赐给 提建议的人千金 就有千金一笑的说法 等后来 人家容忍打来的时候 这时候他又举狼烟 结果诸侯都不来了 这是狼来了的故事 我们不上当了 我们不伺候了 于是西周亡国 这个故事我要说 其实是很不可靠的 为什么呢 第一条 就是咱们读这个故事 怎么读 怎么像甄嬛传 太离奇 它不符合情理 第二条 就是有人做过一个推算 宝四如果说他能活到周幽王时候 这个人已经五十多岁 所以他有多大姿色 把王迷成这样呢 这个可能性都不大 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国家并不是后代版图式的国家 而是城邦式的国家 没有版图式的国家 那么长城 烽火台的意义也就不是很大 所以今天咱们看烽火台 封碎这一类东西 是战国秦汉 版图国家出现以后 才大规模出现的 还不能把它上述到西州时代 所以这个故事有很大问题 但是我们说 周朝在西州末叶 因为美女宝四而亡国 一般人是信的 诗经里也讲 赫赫宗周宝四灭治 周朝面临着这么一个大灾难 于是在关中腹地 就有几支力量进行博弈 几支呢 第一支就是宝四周幽王 以及宝四的儿子叫做伯伏 这一支非常的强健 周幽王想把自己的儿子伯伏 扶上军委 费掌利诱 费掉太子一救 但是这一支完蛋了 就是容忍打来以后 周幽王和伯伏兵败身死 宝四被俘 第二支力量 咱们看就是太子一救 太子一救的母亲是谁 母亲是申后 而申后的父亲就是申侯啊 等于说他这儿是镇守西锤的一个大贵胄 我们看周朝世世代代都是在拉拢申侯和申侯联姻 第三支 还有一个王叫做邪王 邪带的邪 邪王又叫邪惠王 这个邪惠王啊 是国公汉所立 咱们对他的了解不是太多 只知道他在位二十年 等于说和刚才讲过的遗旧 后来的周平王分庭抗礼 后来被晋文侯等大贵族所诛杀 这是第三支势力 还有一支那就是容忍 面对这几股政治势力 秦相公选择的谁呢 选择的是太子遗旧 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众多贵族眼中 这一支代表了传统的政治势力 代表了周王朝稳定时期的社会秩序 所以他就护送平王东迁 平王东迁之后 周平王于是找到了秦相公 跟秦相公讲 两点 第一点啊 我非常感谢你对我付出的这些工作 我非常感谢你护送我东迁 所以我封你为诸侯 咱们看秦人又一次升格了 原先是附庸 后来是大夫 两周之交 称为诸侯 这一年是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是秦相公七年 这是秦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 封为诸侯之后 就能和华夏诸多大国平起平坐 秦国享有其鲁烟位送进诸多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他们之间相互派遣使节 所以下边春秋的历史中 有了秦 我们要想啊 如果说没有护送平王东迁这个事件 或者说没有周湘王 把都城迁到了迁邑 这项的地位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秦相公 他是非常明智的一个人 秦相公啊 听周王第二个意思是 虽然我封你为诸侯 但是你这片土地啊 是荣人的 原先的秦山 这个地方啊 已经被荣族占领 你需要把他们打走 所以这片地儿才是你的 等于周王给秦人开了个空头支票 虽然是空头支票 但是意义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周王代表政治的合理性 等于有了皇王圣旨啊 这个时候他的任何行为都是合理的 他能够尊王攘仪 能够携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秦相公非常卖力气 但是后来呢 秦相公作战的时候 在秦相公十二年 秦相公和荣人作战 打到齐山的时候 秦相公死掉了 有可能是战死 秦相公护送平王东迁 获得诸侯封号 由此秦国华丽转身 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国之列 这位秦国日后的迅速崛起 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人徐途中原的大幕 缓缓拉开 而秦相公去世后 继位的秦文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历经屠治 修养生息 使得秦国国力不断增强 那么秦文公究竟为何选择继续迁都 西锤公对他而言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秦相公死后 大魏就给了他的儿子秦文公 这个秦文公啊 也是一个有道明君 秦文公在秦国历史上是很出名的 秦文公干的一件重要事情 就是把秦国的都城 从刚才讲过的迁役 也就是说陕西隆县一带 迁到了天位之会 迁水和渭水交汇的地方 秦文公在位五十年 我们看在春秋时代 再位五十年的君主可是不多呀 这五十年 为秦国的韬光养晦 修养生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千位之会呀 敬可攻 退可守 他能很容易地翻越隆山 回到西全丘 也就是西锤公 这个文献就记载呀 说秦文公居西锤公 那有朋友就问 为什么他还要回到西锤公呢 他不是已经迁到了千位之会 那千位之会 这儿也应该有他的宫殿 其实这个原因啊 比较好理解 因为西锤公这个地方 是秦人的大本营 这儿有他的宗庙 有他的祖灵 所以这是他的政治中心 我们看在上古时期啊 这个宗庙太重要了 古人非常敬重祖先 敬天法祖啊 等于说祖先的存在 才有我政权的合理性 所以他非常重视西犬丘 这个地方 而另外一条 西犬丘这里 也是容忍势力盘踞之地 我们刚才曾经讲过 一个贵族 侍父 也就是秦香公他的哥哥 这个侍父啊 就曾经把大魏给秦香公 我要和容忍死磕 但是他被容忍所服 虽然后来又被容忍放了回来 那说明秦人这时候打过大败仗 这样的教训 秦文公不得不吸取 所以从宗庙的角度 从军事布防的角度 他还得居西垂宫 这个意义就比较好阐释了 我们看很可能是 当时秦文公不断在西垂西犬丘 到千位之会之间 反复地游走迁徙 司法迁啊 在史记秦本记里就讲 三年文公已兵七百人东烈 四年至千位之会 这个三年的时候啊 他率领七百人东烈 这东烈就是向东去狩猎 我们说上古时期狩猎的行为啊 还不只是游玩 这个狩猎行为 很可能是军事性的 甚至跟战争相差无几 那这时候他不仅狩猎 而且他还要选都 于是到了四年 这时候他到了千位之会 千水和渭水交汇的这个地方 到了陕西凤翔 长青镇 孙家南投村 大体是这个位置 这时候秦文公还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西周易我先秦营于此 后足获为诸侯 乃不居之 瞻约己及营亦之 这里秦文公啊 他就讲啊 我的老祖宗妃子 当年给周孝王放马 而放马的地方 就是这千位之会 这是我们龙兴之所 是吉祥的地方 于是我找人来占卜 占卜的结果也是吉利的 所以我一定要把都城 都到这里 于是我们看 他在千位之会 以及西犬秋之间游走 秦文公这个选择呀 对于秦国社会的发展 应该说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看史书上 就记载公元前753年 也就是秦文公13年 这一年他这么说 叫出游史以继世 秦国这个时候啊 已经设立了史官来继世 史官是什么样的官 他是继世者 但是我们说 这个制度啊 还不只是 秦世者这么简单 君举必书啊 君主的行为 是一定要记录在案的 他还有分工 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不同的史官 有不同的职责 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记录 君主的行为呢 是因为上古时期 是君主和众多贵族臣民 联合执政 他的权力不能膨胀 所以行为要受人制约 于是史官把他的行为 记录在案 既功思过 惩恶扬善 后代看到君主的行为 于是君主就能有所约束啊 这在古代 监察制度还不健全的时间段 起到了监察的作用 应当说是一个制度的巨大创设 这种制度 华夏民族遭掌握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 秦人才刚刚掌握 公元前753年的 出游史以济世 就标志着当时秦国 在制度上 逐渐向中原王朝看起 而不仅如此啊 咱们还能看出另外一重含义 这个史官是从哪来 史官可能就是宗州的移民 周朝虽然把首都迁到了洛阳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留在这里 这些人很可能掌管着 当时的文献档案 所以这些人就能够为秦国服务 大学问家王国为先生啊 曾经有一篇小文章 写得非常精彩 叫战国时秦用咒文 六国用古文说 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个战国时候 这个文字已经相当的混乱 但是也有规律 山东六国也就是楚燕寒赵魏齐 用的叫做古文 这个古文今天文字学家叫战国六国文字 而秦不用这一套 秦用的是周朝的文字 叫做咒文 相传呢 周宣王时候有个著名的史官 叫做史咒 这史咒进行过文字改革 所以创制了一种非常圆润的 优美的字体 叫做咒文 这个咒文长什么样啊 其实如果您去北京 紫禁城故宫博物院的史谷馆 您就能看到史谷 这个史谷文啊 非常的美 它是秦国先公先王 打猎之后留下来的史课 这个文字学者们认为就是咒文 秦国用了咒文这一套 而到了秦一统天下的时候 秦始皇则成李斯等人进行文字改革 就在刚才说的咒文的基础上进行减省 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字叫做小传 所以人们也称咒文为大传 有小传就有大传 小传和大传一脉相承 这也说明秦国的文化和周人的文化一脉相承 有不少周朝的知识分子带着礼乐文化 是为秦人服务的 所以出游时以及市 标志着秦国这个时候 文化制度产生了相当的进步 秦人凭借着包容开放 兼收并续的文化特点 不断吸收中原文化 接纳宗州移民 同时重用人才 例行改革 开疆拓突 终于在风起云涌的春秋战国大变革中 脱颖而出 实现六王币四海一 他们崛起奋斗的过往 被史官们一一记下 而在追溯历史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 史书中还有许多关于秦人的离奇故事 那么这些故事传说究竟从何而来 他们又象征着秦人怎样的精神品格呢 史书之中啊 还曾经记载过许多比较神奇的故事 这些故事听着离奇 但是背后也有他的历史规律 史记风扇书记载啊 秦文公做了一个怪梦 梦中有一条黄蛇在天上飞 这条蛇太大了 它的尾巴还在天上 而嘴巴已经到了地上 秦文公惊醒 于是向手下人打听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手下有一个史官叫做史敦 您听听是史官 他能够瞻梦 他说呀 这是上天对您的警示 您应当祭拜上天 于是当时秦文公听了史官的建议 在陕西洛川这个地方 当时叫做夫 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祭天的神坛 叫做夫智 这个夫字是长颈鹿的鹿加一个耳刀 智是一个田加一个寺庙的寺 夫智就是夫地祭天的神坛 所谓智 今天学者理解 应当是树立起来的大石头或者大土包 通过这种东西来祭祀上场 当时夫智祭祀的就是白帝 据说白帝就是秦国部族的守护神 我们看啊 这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其实周朝是有礼法的 这个礼法是谁才能够祭天啊 只有周天子 而诸侯你能祭什么 祭你的帝望之内的名山大春 所以古人称之为祭不阅望之地 诸侯的祭祀不能超越你的帝望 据说春秋时期 楚国的国君楚昭王 他身体不好 这个时候大臣们就说 这是黄河在作祟 您应当祭祀黄河 但是楚昭王拒绝 为什么 因为黄河超过了我的帝望 我不能冒犯祭不阅望之礼啊 所以楚昭王非常守礼 孔子还表扬他说知大道 咱们看当时有不少贵族 是守着祭不阅望礼的 可是秦国呢 秦国居然没管这套 反正也天高皇帝远 我们看这一点 就表明秦国和周文化 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而另外一个故事 说得也很好玩 他说当时啊 秦文宫地盘上 有这么样的一个祠堂 叫做怒特词 发怒的怒 特殊的特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在这个地方有一棵紫树 当然是很大很好的树了 这个紫树可神奇了 不仅枝繁叶茂 而且砍不断 据说没砍一刀 瞬间刀痕会愈合 这个秦文宫也不知道怎么就跟这棵树叫上劲了 派人去砍它 怎么砍怎么愈合 当时秦文宫就没辙了 后来到了半夜三经 有人路过这棵树 听这棵树再和一个鬼进行对话 这个鬼告诉这树啊 如果说秦人知道你的死穴 用红绳子缠绕着你 而且用劈头散发的人去砍你 你不就完蛋了嘛 树莫不作声 这个话就让这人听了 于是这人就找到了秦文宫 如实相告 秦文宫高兴 进而就派人按刚才说的去做 用红绳子把这棵树缠绕起来去砍树 果不其然树被砍倒了 树砍倒了不说 神奇的事发生 从树里头蹦出了一只大公牛 这个公牛非常的凶猛啊 见谁撞谁 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寸 就是这个公牛怼上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帽子也就掉地上了 咱们知道古人是拢发包襟 他都是长头发呀 这个到成年以后 把这个头发拢起来 上面插簪子戴帽子 这就是成人了 所以这个时候牛碰到了他的帽子 整个头发披散下来 牛一看吓坏了 索性直奔风水之中 再也没有出来威非作歹 这些故事啊 您听了一定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也觉得它非常荒谬 今天的知识告诉我们 这些个道理都是讲不通的 但是我们讲神话传说背后 又有它合理性的因素 有一个学问就叫神话考古学 就是要分析神话传说背后的 合理性因素 以及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看刚才这些故事 虽然有荒谬的成分 有经历人们移花接木 天之家业的因素 但是也能看出许多历史的形状 比如说秦人的奋斗的历史 天不怕 地不怕 跟天斗 跟地斗 跟人斗 甚至他敢祭祀天地 挑战权威 我们说这些个奋斗的精神 就是秦人骨子里头 不信邪的开拓进取的精神 有着很大的历史和理性 他能够在后来 一军突起 群雄逐鹿之后 称霸天下 跟他骨子里的精神 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看秦文公定督于千位之会 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进步 河道处生于豪磨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 事于足下 后来金戈铁马的秦人 能逐鹿中原 一统天下 应当说 背后有着许多 合理性的因素